记者苏永耀台北报道,单月丢掉多明尼家及布基纳法所两邦交国,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今日上午邀外交部长吴钊谢等官员报告,民进党立委罗智正询问,两岸在外交战场上打得如火如荼,剩下18个攻击面越来越小,是否应反手为攻争取新邦交国,还是完全不做? 吴泽回答,一说不与中国进行金钱外交,罗智正对此不以为然,明白告诉对方不再挖对方邦交国,在外交战略上没人这样做,吴钊谢稍后再答复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询问,如果有其他非邦交国希望与台湾建交呢? 吴钊谢则修正说,如果一口回绝,会让人过度保守,外交部会重新检视我们的空间在哪边? 罗智正在质询时先询问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,总统表示对两岸的善意不变,但如果中国是恶意一对,我们还要热脸贴冷屁股吗? 邱锤正答复,会有必要的自我防卫措施,政府有坚定决心捍卫国家尊严,包括对于中国各级人士来台会严格审查 罗智正接住询问吴钊谢,总统说不会再忍让,但还是要维持现状吗? 吴回答,我们仍要强化对外关系,现有邦交国要维持稳定巩固,并结合理念相近国家开拓对外关系 罗智正认为,维持现状说法都已被污名化,何况中国已经在改变并破坏现状,我们却还在维护,应是说要回复现状 既然现状已被中国改变,政府又无反守为工作为 吴钊谢表示,我们与美国有很大进展,不仅在国会或行政部门,欧洲国家也是往上提升 以世界卫生大会为例,有最多国家给我们最大支持 罗智正接住询问,两岸在外交战场上打得如火如荼 当我们只剩下18个,中国对台攻击面越来越小压力也越来越大 是否争取新邦交国还是完全不做吗? 吴钊谢表示,一说不会进行新前外交 罗智正不以为然说,战略上没有人这样做,明白说不把对方的邦交国 但吴钊谢接住回答,如果这样做也要承担外交后果